其实我这么多年就特别想有那种一眼万年的感觉 无论你有没有那种可能挺幼稚的吧 所以奶奶还想要那种感觉 今天来相亲的大姐真不一般啊 大姐就想找个让她一眼万年的男人 大哥被惊到了 只能以茶压惊啊 大姐也知道自己幼稚 确实啊 大姐啊 五十多岁的人了 还想一眼万年 那是什么人啊 那是人吗 那只能是什么 是霸道爱情小说看多了吧 这样的是想想得了 千万别犯傻啊 还是现实一点吧 把自己的生活落到实处一点吧 这老年相亲真是无奇不有啊 谈起今天的相亲主角勇哥 大家都不陌生 勇哥名叫郝勇 1971年出生的 事业有成 就是身边缺个老伴 勇哥找老伴的心情很急切 也相亲了不少 是不是可以了 我觉得没什么聊的 勇哥你说一下 你看那些奶奶姐都觉得没啥聊的了 一直都是在他说 你一定想说点啥呗 现在都以后感觉咋样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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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勇哥的表现都不尽如人意啊 不是沉默 就是没话说 要不就是静静等待 勇哥这种状态 让红娘和相亲节目组都急了 这样想下去 能找到对象吗 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所以节目组建议勇哥去咨询一下心理专家 看是不是有什么心理问题 导致勇哥面对女嘉宾无话可说啊 勇哥也是觉得 一定要向专家请教一下 怎么以女嘉宾有话可说 于是在勇哥在一次相亲之前 先去看心理医生 红娘带着勇哥来到心理咨询室 哎 在我们这报名的这个男嘉宾 哎 有好多问题需要您 我跟他说过好多回 我说这方面需要学习 这方面就是尤其心理方面不了解 也就是不知道怎么沟通 所以说今天就是 特意帮我请了个专家 来学习多学习 看看怎么沟通啊 互相之间怎么想想法啊 是不是 好 专家 嘟嘟 取笑取笑 上午楼 呼着带转 有点好 我没落成有点高 那坐吧 那坐坐坐 来 你坐坐坐 勇哥给专家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坐下来与专家聊 我现在想知道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我相亲 我要找一个相亲的对象 是什么样的 你自己的一个条件 是什么样的 据说我也没有 因为这个东西 我也 咋说你 没有说那种调道 广化 那我觉得呢 这东西 一个是差不多 一个是这样有点圆 嗯 嗯 那么一个时候 比如说一说话一到 我来感觉舒服 哎 我觉得 我觉得 我现在感觉上 就没有是 其实没有是好多人 实际上那个 应心的要求 应 但问题是这样的 就是说 一个人在找另一半的时候 他肯定要有条件 我希望这个女人 是一个什么样的 一个状态 我才能满足 否则的话 你说我没有任何条件 那我就说泛泛的去拿来 任何一个人去 说这个女人具备这样这样的条件 然后你说满意 那个呢 不满意 你都不满意 是因为你自己目标不明确 原来永哥相亲 没明白自己要找个啥样的老伴 就是对另外一半心里没底 没有目标 其实有时候真还搞不懂 自己要找个啥样的 但经过几次相亲后 应该心里还是有底数的 毕竟不满意对方 肯定对方身上有自己不喜欢的点 肯定也有让自己可以接受的点 这样拼合起来 自己要找的点不就都出来了吗 心理专家说永哥处理事情单一 不灵活 你呀 这个人 没做了人 我们这个心理学人 人格测试的这种人格分析 要是做了人格分析的话 这个人 应该说 生活当中 他是一个缺少灵活性的那么一个人 为人处理事情的那个方式方法 很单一 是这样的一个人 永哥简单 对 女人不太喜欢 没有灵活性的男人 你说从现在开始要学会什么 自己的增加自己的兴趣爱好 然后呢 要学会讨女人喜欢 喜欢啥 你得问呢 那不同的女人喜欢的东西 可就不一样了 所以说 一定要学会什么 了解人家 太阳的是脑袋一根筋啊 肯定是标准的直男 永哥也认可自己不善于沟通 既不自信这方面就是说沟通 因为我其实都是 沟通能力不强 不善于言谈啊 讲话啊 这方面 虽然永哥自己觉得自己情商低 我们也这么认为 不会说话 说出来的话不好听 那不就是情商低吗 可专家就不一样 他们站在专业的高度 不能笼统到情商问题上 就是在对待不同的事情上 没有不同的方式 而是用的统一方式 四十岁的年龄 二十岁的情商 不对 不是二十岁的情商 就是说情商你不是不够 你主要是什么呢 就是说解决问题的 那个方式方法 太单一了 就是说对朋友 对亲人和对不相识的人 是同样的一种状态 你分不清楚 这样的人分不清楚 我是你的亲人 还是我是你的路人 分不清 那我怎么去欣赏你了 我怎么能感觉到 我和别人不一样了 因为有鼻子不重 那当然了 是不是 一于点醒梦中人 勇哥感觉一下子就开窍了 对自己的问题 有了新认识 对接下来的相亲 也有了新的信心 因为有些东西专家说完以后 我以前也意识不到 这次觉得 其实就 行那咱们今天就到这 行 没事 麻烦您那么长时间 没关系 没关系 谢谢啊 好嘞 祝勇哥下次相亲一票 第一个人说 有信心吗 现在 有 人家这么说 为什么啊 经验呢 以后就处理这个方式和方法 那提个本住 但是相亲的最后结果 常说人我一定别告诉我 对不对 就行那就这样 谢谢你 好嘞 大哥 为了相亲真不容易啊 找老伴真的好难啊 不过勇哥是勇敢的 为了找到老伴 已经拼到这一不了 只许成功 不许失败啊 红燕姐 快来 今天怎么办 怎么了 怎么了 我现在上风了 到多少时间了 我刚到 你还挺快的呢 你说五点半 我还觉得你来得挺早的呢 我打了点提前亮 今天来相亲的女嘉宾 叫关红燕官大姐 五十岁 丧好 小学教师 有个儿子在上大学 辛苦了 咋样啊 现在感觉咋样紧紧张 不行了 我发现你了 是不是看完我们推文以后 对勇哥特别满意 怎么样 满不满意啊 我看你挺那个认可她的 是不是 看完推文觉得她哪好 这是不是都会直播 录发出去 没事 不用 变勉腆 关大姐 你好勉腆啊 既然选择了相亲 就不要觉得不好意思嘛 其实大家都可以理解的 两人刚见面 你看看这人像不像 你照片留那个人 不像 是吗 是不是 好像比那瘦啊 勇哥你过来呀 你好 撞你为什么背对着呢 不好意思 这个 这位就是 红燕姐 关红燕 这个是勇哥好友 你看 勇哥今天来的挺准时的 来的都挺早的 那在这儿见面了 在这儿见面了 今天还是 晒呀 那晒咱进去 行 勇哥今天穿得特别紧的 我看你 为什么总背对着呢 你正面看 我没事 我不想 就抛上桌面 那咱进去吧 好不好 行 那走吧 大姐还是觉得不好意思 都不敢正面看勇哥 大姐啊 这么小女生的害羞 是不是看上了勇哥 在喜欢的人面前放不开啊 勇哥倒是表现很大方 红娘给两人选了一个很漂亮的相亲地点 进入这个环境 可能使人都心情放松吧 大姐都忘记拘谨了 很快就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住了 大哥也是超常发挥啊 主动给大姐拍照 红燕姐是不是特别愿意笑 勇哥你一会儿再拍咱俩在这边 这个心切都可以上 不许你和姐上去 然后呢 勇哥这样 那你先上去帮她拍点照片 帮红燕姐拍点照片 这么梦化的地方 红燕姐或者说你站在这 这个位置也特别好 太丑了 我觉得对不起你的背景 没事 勇哥经常拍照 他们以前一起徒步的人呢 活动 对一起拍照 你这样你帮那个红燕姐拍了照片吧 不用 真的不用 你看你看在照片里头 你看那手机 你看那手机 在这个楼梯的中间那个位置 对对 坐坐坐坐 坐坐 真好看 真的吗 是特别好看 没景 配美女 是吗 哈哈哈哈 哈哈 勇哥太会说话了 今天是抹了抹了蜜糖来的吗 换嘴巴像抹了蜜糖一样 开口就赞美出来了 可大姐的表现就有点小女人了 勇哥的性格吗 姐 你觉得勇哥性格怎么样 我们现在还有在刚刚接触谈谈谈 谈不出来 对 对 对 我用了 站在中间这个 我就可不爱站在那里的丑 让勇哥过一下那个拍美女的眼睛 站在这里 我看那里头一定好多美女的 你说勇哥相册里吗 手机相册里吗 对啊 是吗 多吗 一会儿就可以看看 我才没有那个权利 有没有那权利 可不可以看 可以看 一会儿你可以看看 我管说 我证明不了 我跟你拍出 我拍完了 毕竟然也是好看 那你的意思是 这个钱我吵了 是吗 是 就话不能这么急 哈哈 这让本来说话 就有点着急的大哥 不知道怎么接话了 让勇哥有点为难啊 我觉得这就是一种 散北边的那种方式 但是他接的一句呢 就把我给 这种方式给否了 你知道吗 不过勇哥不能退缩啊 只能大胆往前冲啊 所以两人坐下来继续聊 其实我想要找回 就是说开朗那些 那种活过一些 因为本身 其实我这个就是 骗那样的 骗那样的 对 因为属于这种性格 也不善于说是 言谈这种表达 对 去放个视频 杨老师 你是我的理想 因为我听得我的 都没实现 当老师 去过小杨老师 但我当不上一种 没那个才华 哪里有什么才华 我不看你 勇哥说自己有点内向 不会表达 大姐 你怎么就不顺着一点呢 还把天聊死了 两人都无话可说 这多尴尬啊 看样子 大姐 你也是个 不怎么会聊天的人啊 不过当老师的 应该会根据不同的对象说话啊 怎么今天在勇哥面前 表现的这么情商低呢 谈到年龄问题 勇哥 你是多大 请 我是绿姐的 年龄的问题 可能是姐 也是建议的 是不是 你是怕大家建议吗 这个好像在孩子 那个性质上是排第二 我觉得好像孩子 这个方面最 因为当时他都想 叫带女孩 我觉得这个是更重要的 可能年龄 相对会差一点点 没有那么重要 但其实之前 我也不知道 想 然后觉得好像 是什么事 要是对的话 什么都不是问题的 然后就在一想 是这个问题 对当然 大姐比大哥还大两岁 不过 大姐显年轻 也看不出来 大哥反正是不介意的 也只要大哥不介意就可以 大姐谈到自己想找个 一眼半年的那种 其实我这么多年 就特别想有那种 一眼半年的感觉 可是最好也真的 无论你有没有那种 可能挺幼稚的吧 自己奶奶还想要那种感觉 挺幼稚的 只不过是对爱情 有更美好的期待 这个很正常 但是 没有 之前没有 真的没有 看过了就是看过了 好像脸长什么样的 一眼半年 不感觉你现在 做的事都没赶 有个一眼 怎么一眼半年 一直在看着我 但是永哥一直在看着你 但是我记得你特别养眼 我觉得你特别 就是特别有腹的的样子 大姐啊 爱情是很美好 想想就够了啊 这大把年纪了 还是实在一点吧 大姐虽然觉得 大哥没有给他 一眼半年的感觉 但可以试试 他会不会给你 你说的那种 一眼半年的感觉 对啊 说实话 你自己放着 没事 你说实话就行 我不会告诉他 但你要放着 这个节目要不认为 就不会有了 也不一定要 但是你 你顾虑这么多 你肯定他就不是 明天半年的那个人 是吧 对 那你喜欢的 到底是啥样的 我说不上 愿意尝试 然后合适 最好 是吧 嗯 这种那想要那种 好像也 这一点也不太那么好 大哥也觉得 大姐顾虑很多 是缺乏安全感和自信 我觉得 他就是 应该是一个 好像 感觉好像缺乏 自信心 安全感 是那么个人 是吗 对啥呢 你看他说话 好像有点 多傻 然后有些问题 也是不是很直接 或者只能面对 大和又说出了 自己的一个担心 我跟大比较说 比如说你俩人出去了 我说挺冷的 我说走走 我说你冷不冷呢 我说不冷 不冷就走 走走 我说 这件事走 那就 可能嘴说不冷 可能实际上就冷了 我说我衣服给你穿吧 他说 不用不用 没事 我那个 我有能量 我胖 我哪里啊 那时候转着这么说 他说你走呗 那时候反正走走我就要听了 我把衣服就穿上 我可能甚至把扣又拉上了走 可能就拉上拉锁 或者拉进扣了 但是说白了 这个东西可能就继续留着走 但这个东西我觉得 可能是 太谦虚 或者是就要 不好意思说 对 但是呢 我可能是就 不一定能想到 因为你看我给你 我问你了 你说你不能 我给你衣服 你说你就不穿 直接说就比较好 然后呢 不穿完就 我就走一走 我就走走走 可能就唠唠开会打树 可能我就忽略这事忘了 就是说 如果要是交往的话 就值你这些 就别 我明白你 别这样 你这样说白了 累 就是 反正还容易产生脑子 你觉得 然后还 我没有什么 没有关爱 可能转一圈 可能我都肚感冒了 你看 我没体会到 你那关爱 你穿个衣服 给那块留着 可能一开始就样样我 可能是这个感觉 对吧 就是你看 就是 真的得直接说 对吧 那你赞同他的 这个相处方式吗 我 而且我 我衣服都该让你穿 那只能直接 你没有别的选择 要么你就自己 一二生分期 你就有啥意义的 对不对 你就是 就是说 你这一二生分期 你是不是 俩都不高兴 对 是吧 所以就直接说 对 就是 反正是我 因为我要简单 你要是 你要是 我真的该怎么 怎么对待你 这样的同志 你这样的同志 就想来是 比较少 就得直接说 对 大哥这把心通 所担心的事出来 其实这样更好 毕竟 这是大部分男人的想法 男人的思维逻辑 就喜欢直接表达 而女人可能就更含蓄 喜欢让对方猜 这样说出来 让双方都心里有个数 这也好 相处起来就没那么难 大姐也能够 接受这种相苦方式 如此两人都愿意先试试 先接触接触 相处相处 在相处的过程中 能够达到 彼此能接受的 那种量 其实现在你的好多 顾虑都是 需要以后的相处 对 对 不是说那啥 其实我也愿意 给彼此 因为这东西 不可能说 非常地稀罚的一个人 不太容易 我觉得是可以接触 但虽然今天不是很 可能随意 很放开 也可以就是 进去了解 这个东西 也许就能了解以后 可能就能改变 就是它更多的一面 我觉得它只要是 还是接触的少 就跟外边接触的 少了点 它就是 疑虑比较多 顾虑比较多 你觉得这次跟之前 那两次相比 把自己变化 有没有 我觉得好像 我更坦诚 坦诚的 我觉得我更信 如此两个人 留下联系方式 咱们今天的相亲 基本上就完事了 辛苦了 没事 基本上就结束了 勇哥有没有什么 还想跟洪燕姐表达的 我觉得今天太局数了 好多话还没说 或者不好意思说 那个咱俩加个微信呗 好 咱俩扫一下 我连把照片也给你发过去 姐还记得刚才那个照片不 记得 一会看看那个 让勇哥给你发过去 看看咋样 太美了 你点评一下 勇哥这个拍照技术 就是这个 你怎么问人 怎么样 挺美的 先出 人家出了 这边在门口 加个二维码 扫一下 有弯吗 我的嘴头长得太丑了 对不起的劲 勇哥你说一句实话 这个 这个叫 也比照片好看 不是人那块 姐那句 各自回家 红娘都到嫌弃了 那你们就走吧 我就不送你们了 我反正 咱们的联系联系 免我了 走吧 姐白白啊 没事你们快回去吧 红娘于是也就顺水推舟 让两人自己走 不过过了二十分钟 红娘还是不放心两人 还是打电话问问情况 勇哥 你们最后怎么走的呀 到家了吗 没有 我有留着呢 我给亏不大姐 你俩散步呢 那行 那你俩散步吧 挺好的 别走别聊聊 别走别聊聊 那你一会别 你记得送人回家 行 行 那你俩这个晚上天气挺好散步吧 我就咕咕咕都打扰你了啊 我有一会儿找就吃点饭 再接一个 不用了 你俩吃吧 你看看是不是那个红燕姐 好像也没吃饭呢 然后你俩找个就吃饭也行 行 行 那好了勇哥 那快溜着吧 好了 拜拜 还好 两人居然一起在散步 还准备一起去吃饭 这发展进度可是前途大好啊 大哥这次相亲可是突飞猛进啊 开窍了的大哥就是不一样啊 也真心祝福他们两能成 毕竟这个年纪了 要找个合适的老伴不容易啊 你们觉得呢 这期到此结束 欢迎大家留言点赞